天氣冷了 真是吃螃蟹的好日子 台灣四面環海 只要走到任何一個漁港 我相信你都可以買到 肥美的海鮮 慢慢的來享用 尤其是螃蟹 這幾年新北推出了萬里蟹 品質 口碑都很不錯 而且物美價廉 藉由一點點的小錢 不管是花蟹 不管是三點 不管只要是海鮮 只要是螃蟹 今天我們就來做一個 不一樣的螃蟹 讓您買了以後 也會自己做 自己吃 製作這道韓式辣醬炒螃蟹 所需要的食材 有三點蟹兩隻 韓式年糕五個 洋蔥二分之一個 蒜苗一根 綠韭菜兩根 香油少許 水適量 麵粉適量 酒兩大匙 蒜頭泥一大匙 調味料則有 韓式系辣椒粉一大匙 糖一大匙 醬油一大匙 韓式味噌兩大匙 韓式辣椒醬兩大匙 李師傅 郑哥你好 萬里蟹 其中一個是 是不是 是 對 花蟹三點 這就是 是 對不對 講是講萬里蟹 只是它推出一個新的品牌 但是呢 統稱所有的地方 其實都可以買到這個東西 是 對不對 好 今天你要用這個 韓式辣醬 也是這個 對 這個是辣椒醬 韓式辣椒醬 韓式辣椒醬 對 就是那個用紅罐子 對不對 我們做做石鍋拌飯啦 你們會用這個東西 用這個東西來炒它 對 然後那個是韓式味噌醬 這個是韓式味噌醬 對 不是日式的 是韓式味噌醬 兩種不同的東西把它組合在一起 對 產生量的相似 對 它大概跟那個上海的醬爆青蟹 有異曲同工之妙 有 但是它就是比較 對 一個是醬 一個是蟹 然後把它組合在一起 對 對不對 沒有錯 好 來 整理食材 好 我們先來切這個洋蔥的部分 這個洋蔥要我們切細絲 切成細絲 對 細絲的 我們等一下要炒著 嗯哼 把兩邊的蒂頭去掉 去蒂頭的時候呢 些許去的深一點點 這樣子呢 你待會兒再切絲的時候 才不會切完了以後呢 它有個地方連住了 不好 分開 好 這是洋蔥的部分 洋蔥 切完了 對 然後我們今天用到韭菜 韭式的東西跟韭菜 對 韭式的東西跟韭菜 它戳不了什麼關係 沒錯 你像是那個醃韭式泡菜裡面 對 它只要加點韭菜 對不對 那韭 這個韭菜 我們一樣稍微把它切成小段 好 再來 蒜苗 嗯哼 蒜苗的話 他們韭國在吃這個火鍋的時候 常常會 對 對 對 不管是這個斜切的蒜片 對 或者是這個蒜段 對 其實這個青蒜搭配 辣好像滿盒的 對 很辣的 你像做台式的那個 麻辣鍋裡面 對 對不對 不會有 對 好 這是蒜的部分 然後我們今天還有搭配一個 這個韓國年糕 喔喔喔 韓國年糕 對 那韓國年糕 我們回來會先把它泡熱水 讓它軟化一下 對 如果有多熱 你就把它泡多熱 盡量讓它軟化 我們再下去煮 對 那我們今天先把它 因為我們今天最主角還是這個螃蟹 是 所以我們把它裁切成小一點 我們做斜切 對 小段小段 對 斜切段就可以了 是 是 OK 對 它跟寧波年糕比 它只不過比寧波年糕尺寸小一點 對 對不對 沒有錯 沒關係 大尺寸的 我們就叫它寧波年糕 小尺寸就留給韓國吧 韓國 是… 韓國 好 那我們因為它有一點 繼續泡 繼續讓它泡著 繼續泡著 然後再來我們先來 我們可以來調這個醬汁的部分 醬汁 好 我們就先把它調起來 等一下炒的時候 我們會比較方便一點 好 對 我們今天用一匙的這個韓式辣椒醬 韓式辣醬 對 韓式辣醬 然後還有這個韓國味噌醬 味噌醬 差不多也是兩匙左右 然後… 蒜泥 蒜泥 一大匙 這個蒜香味很重要 是… 所以我們加蒜就多一點 是重口味嗎 對不對 對 好 裡面還有哪些稀的材料呢 還有一個… 這個… 細的辣椒粉 細的辣椒粉 對 這邊也差不多一大匙 對 全部都下了 好 然後再來醬油也要一大匙 醬油 對 好 一大匙醬油 好 還有呢 一大匙的糖 糖要一大匙 對 還要一大匙 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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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一點好了 再一點好了 再一點 好 好 還有呢 然後還有酒 酒 對 酒來多少 一手 差不多兩匙就夠了 好 好 把這幾個材料都調勻了 對不對 藉由酒的這個去把它混合 是…藉由醬油 藉由酒的濕性 對 然後呢 讓所有的這個醬料 全部調成糕糕 對 準備好了以後 這個待會兒啊 這個當我們在加熱的時候 只要一往下淋就好了 對 就加這個醬來炒 是 然後這螃蟹 三點蟹的部分呢 我們先把它做一個簡單的裁切 對不對 就用一個砍刀 然後呢 按照這個角的位置 好 切掉 這稍微把它拍一下 等一下在食用的時候 比較方便一點 排列 一來啊 烹煮的時候味道進得去 二來吃的時候啊 你也可以不用那個 鉗子啊 去…去…去…去夾它了 煎的地方 沒什麼肉去掉 對 兩隻腳 分一段身體 對 這個螃蟹 未來怎麼加熱 等一下我們要用炸的 炸的 對 所以要沾粉了 要沾粉 對 撥麵粉就可以了 好 先用的 把所有啊 切的缺口 對 都給它沾上一點點 做一個保護 最最高的還是這個部分 嗯嗯嗯嗯嗯嗯 就避免啊 它在這個這個炸的過程當中 這個肉殼分離 或者是裡面的味道 跑掉了 那這個殼的部分就還好 就擱在旁邊 腳的部分也還好 是 沒有缺口吧 對 這個感覺啊 你拿那個缺口來沾那個白粉 好像是那種受傷途云南白藥 哈哈哈哈 對 好 我們等油熱 試試看我們的油溫 可以可以 這油溫一定要在熱 對 對不對 對 要熱 可以可以可以 蠻快的 好 下鍋了 下鍋了 油溫達到一定程度的時候呢 我們就下鍋了 如果你油溫還不夠啊 這時候啊 你這個 一下去啊 你就粉 恐怕就脫開了 就脫落了 對 好 身體先下去 然後呢 兩個大腳再下去 殼啊 因為呢 沒有太多的這個這個這個 包覆 對 所以呢 晚一點下 沒關係 我們只是下鍋了 好 身體先下去 好 身體先下去 然後呢 兩個大腳再下去 殼啊 因為呢 沒有太多的這個這個這個 包覆 對 所以呢 晚一點下 沒關係 我們只是希望 它的那個 所有身體的部分 能夠 外面形成一個殼 對 對不對 然後呢 熟到一定的程度 有點金黃色的這個感覺 其實就可以了 好 是是是 好 我這兩個殼要下了嗎 可以可以 可以了 我就沿著邊 往下溜 別炸老了 對 好 好 好 熄火 好 讓它滴油 是是是是是 來 鍋子裡面剩下一點點油 第一個應該來處理洋蔥了 對 洋蔥 先把洋蔥炒軟 對 對 洋蔥 來 炒軟炒香 是的 剛才鍋子裡面 炸完那個 炒軟是一個感覺還很多油 洋蔥一下聚 三炒兩炒 油都不見了 對 但是洋蔥它變油亮了 是 好了 洋蔥炒到一定程度的時候 該下醬了 對 醬的部分 我們這邊 如果今天螃蟹差不多 兩尺半應該夠了 來 我們再來看看味道 夠不夠在家 好 來 洋蔥炒好了 加入適量的醬 多少的螃蟹 就配多少的醬 然後等一下我們 下一點酒 不夠在乎 對 我們下一點酒 一點點的水 讓它 等一下螃蟹之後 比較能發附的 少許的酒 對 這個 年糕水 水 好 這時候我們年糕可以先下來 年糕最少可以先下 對 讓它吃味道 對 對 也讓它稍微煮一下 好啦 現在如果起鍋 它就叫做韓式辣醬炒年糕 對 我真的想講 如果說我們剛才把那邊一個 味噌醬的比例跟辣醬的比例 稍微兌換一下就對了 對不對 就是味噌醬的比例把它減少 辣醬醬的比例增多 辣糕 對 所以這個時候如果放下去麵 它就叫做炒麵 炒麵 炒飯 什麼都可以了 好 差不多這個 看到年糕都巴覆了這個醬汁的時候 我們就把螃蟹下來 OK 好 翻炒 我們讓所有的醬汁 都能夠巴覆在我們這個螃蟹的外表 對不對 對 我們醬可能要再一點 再補 對 一匙 對 一匙 用半匙就好 半匙 好 要不要水 好 要不要水 來一點點 一點點 一點點水 一點點水 稍微稀釋一下 好 都炒好了以後我們還有兩個綠色的部分必須要往下下對不對 如果全部味道都夠的時候我們就可以把韭菜下來 是 韭菜先下韭菜 對 先下韭菜 起鍋前再加青蒜 對 起鍋前再加青蒜就可以了 因為青蒜它生的時候也可以吃 沒錯 對 好 青蒜 來 青蒜 下來了 我們就準備成品盤 對 我們起鍋前拿低一點香油 來 一點點的香油 好 因為韭菜它用香油的部分 沒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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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先把殼先弄到旁邊來 先把身體跟腳往下放 好 殼上來 另外一個殼 也給它蓋上來 好 加點綠色的 對 塗上去 讓它 來… 來… 韓式的辣醬炒螃蟹 上桌囉 還是辣醬炒螃蟹的 製作大缸 首先我們將洋蔥切成絲狀 韭菜切成小段 蒜苗切成斜片狀 年糕用熱水泡軟之後 切成塊狀備用 螃蟹洗乾淨之後 切成塊狀 在切口處沾上一層薄麵粉 放入油鍋當中 炸到外表呈現金黃色之後 盛出來備用 接著我們取一個容器 放入 韓式辣椒醬 韓式味噌 蒜泥 韓式細辣椒粉 醬油 糖 以及酒混合均勻 成為辣醬備用 然後起鍋熱油 放入洋蔥炒香 加入辣醬 酒 還有水拌炒 再加入年糕以及螃蟹 拌炒到入味 起鍋之前放入韭菜 以及蒜苗翻炒 熄火之後滴入香油 就可以盛盤完成今天這一道 韓式辣醬炒螃蟹 其實降多降少 按照每個人的這個 接受程度來調整就可以了 對 太多也怕會太鹹 是 是 好 捏了這個 肉 裡面很軟軟的 對 沒有炸乾 三點蟹 本來它的肉質算是細膩的 算是細膩的部分 非常細的肉質 對不對 你就是 在炸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剛才炸 你要不能炸過頭啊 炸過頭了以後 你把它再細膩一點 它也會炸老 也會炸乾 也會 就是沒有水分 那我們怎麼來判斷它炸好了沒呢 其實我們螃蟹去過油啊 基本上 在我做菜裡面 我是希望它是一個 讓它甲殼 甲殼它變香的一個步驟 對 所以我們只要拉 稍微炸一下 讓它變色 然後我們剛才沾部分的地方 麵粉的部分 還有粉狀 它變成金黃色 這樣就可以了 所以油溫我們這樣拉高 對 因為它到200度左右 我們盡量把螃蟹放下去 炸過這樣就好 你的意思是說 這個外殼變紅 變紅 是第一個判斷 對 包在外面的這些粉 對 變金黃 第二個判斷 是 裡面的肉就OK了 沒有熟沒有關係 因為我們還要炒 你剛才炒的過程當中 原則上只是兜醬而已 但是我們在炸的時候 它溫度還是保持在這裡面 我們炸完的時候 過來炒的時候 其實它溫度會慢慢 再幫它提升 所以很OK 它裡面的肉很快的 很快熟的 了解 了解 畢竟這一塊肉 並不是一個很大的尺寸 對 對不對 所以呢 這個變色 這個金黃 這一小塊肉 也就八九塊吃了 對 真的嗎 好 難怪很多淘家 在這個時候啊 就是 節假日 就要走一趟海邊 對 然後去買這個三點 買花蟹 對不對 買這樣子來吃 夠肥 因為台灣的蟹 就是有些它是適合炒 有些適合蒸 對 三點適合蒸嗎 它適合蒸 蒸的話就是花蟹的 對 花蟹就是適合蒸 花蟹 蒸 對 三點 炒 花蟹有比三點的肉質更細膩 所以它適合蒸 它不適合炒 了解 沒有吃上 一萬兩萬隻 真的還講不出這樣子的行家的話 今天提供大家當參考 試試看喔 謝謝林師傅 謝謝 謝謝 謝謝